中華職棒的轉播問題暫時有了答案 那接下來就看各隊如何掌握這個新的舞台 LAMIGO桃園隊在前年風光拿下隊史第二座總冠軍之後 沒想到去年的賽季游卻飽受傷兵的困擾 戰力受損 幸好在球季開打之前 這些傷兵也已經陸續歸隊了 對 加上球隊在選秀會上是選定的有14年日職經驗的投手許明傑 也讓戰力升級的LAMIGO想要尋求超級惡霸 這個球出手就在中間放下 撲下去 前年拿下總冠軍的LAMIGO桃園隊曾以暴力圓打線 讓各隊投手聞風喪膽 但是在去年LAMIGO打者像是得到了瘟疫 一個一個進入傷兵名單 也使得球隊失去了衛冕的契機 不只我回來了 陳金鋒 陳冠仁他們都回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效應 就是互相影響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應該是在戰字腳的身上 如果是戰字腳的今年的話 他有很好的一個成績的話 畢竟你要在中心打者上來打擊的時候 你雷包上有人的時候 他才會產生最大的一個攻擊的效應 由林智盛 林鴻鈺 陳冠仁 中程佑和陳金鋒 所竄擊的中心棒刺火力 完全不輸給中心兄弟的羊炮 和剛成型的新黃金三劍客 南鴻鈺來講的話 他的打擊的爆發力比較好 因為他們三到六方 他甚至每一位選擇都有單機這種二十轟的實力 首輩方面 林智盛走出車禍陰露 付出後將會先以防一壘 其餘位置變化不大 而以往南鴻鈺最欠缺的本土牆頭 也終於在這次的選秀會當中 不禁得旅任十四年回台的許明傑 以他的年紀來講的話 他若是要擔任中繼或是救援的話 對他的體力的考揚來講的話 是會蠻重的 也就是說畢竟他已經是 有上了一點年紀之後 你要這樣每天讓他準備做出賽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一直洪中總幹跟吳俊昌投手家人就是說 其實他們在一開始選進許明傑 他們就打算說 讓他比較傾向在先發這部分 目前本土投手像曾兆豪 林柏佑 王毅正 許明傑 這幾個是我們目前定位為先發投手 本土的四位加上兩位羊頭 我們一個禮拜準備了六位的先發投手 除了本土投手 還有回郭德瑞 和再次回到中植的正田樹和米吉亞 這三位羊頭已讓南米哥 從先發到後援的投手戰力更加完整 何況還有重整旗鼓的暴力園打線撐腰 想要達成超級惡霸不是難事 右邊TV吳嘉祐 五米新綜合報導